寂静里,一阵寒风吹来,怀尸困惑地看向旁边的校长。校长也尴尬地笑了一声,我等会儿给你送回去,这不是怕你一屁股坐在地上,屁股凉吗?行吧。怀尸犹豫了许久,放下了手里的茶杯,随着校长起身。 踏上台阶,庞大沉重的炼金门飞在他们的面前开启。同门之上的蛇发女妖的浮雕瞥了他们一眼,又飞快地收回了视线。 在门后图书馆的大堂之中,一束昏黄的灯光照下来,照亮了前台的后面那个威严的老人。 他漠然地凝视着门外的来者,神情不怒自威。 仿佛高聚在图书馆的正中央,被重重的森严矩阵所拱卫着,在光芒的映照中如此看上去如此神秘而诡异。 一派高人的气息。这是哪位高手?怀尸吓了一跳,虚心请教。 别瞎想,他就是前年退休之后被返聘来看图书馆的门卫,都已经老糊涂了,上班时间还睡觉呢? 校长轻描淡写地戳破了他的幻觉,这里采用了特别的设计,那个椅子是大厅的中心点,你就是放条狗上去都会觉得他俊美威严好像是个亚瑟王一样。 嗯,确实在睡觉。怀尸鼓起勇气看过去,才发现,这老头儿睡觉竟然都是睁着眼睛的,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 哈喇子都留在胡子上了,而且还在打呼。 砰!一声高亢声响,是校长走上去,抬起自己的前爪,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喂。 别睡了,老子付钱是让你来睡觉的吗? 起来!睡觉的老头儿在惊恐中抬头,面色迅速轻紫,几乎吓得心脏病发作,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掏出药瓶,吃了好几颗,喘了半天的气才缓过来。 连口水都顾不上擦,几乎当场挂掉。 等他戴上眼镜看过来,原本紧张的神情才松弛了下来,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副校长来查班儿了呢?啥事啊,校长。 蹲在前台上的黑豹甩了甩尾巴,舔着爪子,带新人来逛逛,看看书,你把门开开。 老头一愣,旋即不情愿了起来。 都这么晚了,改天不成吗?绝了。 老子的学校,老子的图书馆,老子的书,老子要看还要改天。 黑豹抬起头撇着面前消极带工的老头儿,恼怒地问,你他娘的还想不想干了? 被他瞪着,老头缩了一下肩膀,旋即无奈起来,委屈得不行,行吗行吗,这么凶干吗? 说着,他把口水擦干净,慢悠悠地从椅子上爬起来,嘴里嘀咕着什么抱怨的话,转身走向身后的高墙。 随着他的行动,怀师这时候才注意到。 就在图书馆入口处的大堂之中,前台的后面,那一堵足足有十余米高,铭刻着庄严浮雕和无数繁复花纹的庞大墙壁。 竟然是一扇门。 没错,有一道笔直的缝隙从钢铁之墙的正中央垂落,倘若不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的话,便难以察觉到这无数繁复纹饰和浮雕之间的纤细门缝。 整个墙壁,都是两道铁门。 怀师的圈进之手能够感觉到,整个大门全部都是合金所铸就,如此庞大的结构和质量,怕不是有几千吨重。 但就在铁门的前面,随着那个驼背的老者缓缓抬起枯瘦的左手,按在门上,便有尖锐的声音迸发了。 这他妈就是校长你说的那个退休反聘的普通老头儿。 这么沉的门,坦克主炮来了都不一定能轰得开。 你们学校的门位都是什么怪物? 怀师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可没有等他一口冷气吸完,就听见在尖锐的警报声音里,一个冷漠的电子声音响起,指纹错误。 老头一愣,把手拿回来,再按。 双引号,指纹错误。 怀师,校长。 沉默中,老头儿有些尴尬的回头笑了笑,不好意思,记错手了。 他换成了右手。 这一次,再没有什么尖锐的声音,门开了。 恰如那数千吨重的质量完全不存在一样。 怀师蹲在门口仔细看了半天,才发现这玩意完全就是指纹全自动的,看了看门,又看了看那个在门前副手而立好像什么爵士高人的老头儿。 看守学校所有资料和重要档案乃至天国记录的碎片的,竟然是这么一个老头儿。 还是个指纹锁?您家就不能换个密码来吗?万一哪天这老头儿挂了怎么办? 他挠了挠头,总觉得这象牙之塔要玩。 茫然地跟着校长走进门后,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个老头儿。 老头儿还站在门口,看到他回头看过来,就连忙抬起手,摆手跟他打着招呼,一脸讨好。 所以说,你们学校图书馆里就真没有什么隐士高人吗? 好让人失望啊。 在门口,触目所及的都是看不到尽头的密密麻麻的书架,无数小型的机械手臂在天花板的轨道之上迅速地滑动着,整理着各个或大或小的盒子,将卷宗或者是其他的东西灵活地搬运转运,安置在他们应该存在的地方去。 而视线的尽头,是好几扇独自间隔而出的大门,透过玻璃窗,隐约能够看到无数庞大的机组沉默在冷却夜中,正在宣泄着恐怖的高热。 那是每秒钟不知道有多么夸张的数据在飞速地转移,写入和读取。 整个地方不像是图书馆,倒像是什么工厂里的车间和机房。 第一层主要就是象牙之塔的服务器,还有学校的档案以及很多无关紧要的记录,一般般啦,没什么好看的。 黑豹走在前面,娴熟地找到了通往地下的电梯,兴致勃勃地说,跟我来吧,我带你去看象牙之塔的宝贝。 所以说,您这么随便真的好吗?我才刚来这里一个月矮。 可他走进电梯里之后,却听见校长问,是东下的龙门试炼还是营州的罗生门? 嗯?怀师不解。人力而起的黑豹按下电梯后,陡然又变成了一只浑身肌肉囚结的澳洲沙漠赤袋鼠,回头看了他一眼,解释说,天国谱系遗留下的筛查机制。 你通过的是哪一个?你不会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是天国谱系的正式成员吧?这都看得出来。 怀师恶然。当然啊,通过筛查的人和没有通过的人其实就是有那么一点不一样,要说是整个人的气质还是原质都会有一些特殊的变化,简单来说就是防伪标志吧。 所以,你通过的是哪个?校长我很好奇啊,这年头能够正儿八经通过那些试炼的人并不多了。 呃!怀师想了想,还是准备说实话,毕竟这事儿也没什么不好见人的,万象天球。 校长惊异地看了怀师一眼,却没有说话。 怎么了?怀师问。 不,只是感叹你不容易。 在陷阱仅存的12个试炼里,万象天球是最麻烦的那个,说简单不简单,说难又不难,但就很折磨人,而且通过的标准也因人而异。 况且黄金黎明还在里面不停地搅事情,以前还好说,大家毕竟都曾经是理想国的同事,很多时候有事都好商量。 但最近那群家伙连消息都不回了,好像对学校意见很大的样子,你有什么头绪吗? 呃!怀师的表情抽搐了一下,忍不住一开视线,这我也不清楚。 也是,怎么看你也不像是黄金黎明派来的二五载的样子。 袋鼠啃着一劫不知道哪来的甘蔗,随意地说道。 怀师忽然紧张了起来。 生怕校长忽然之间一个跳劈,把自己劈死在这里。 这么一看的话,自己似乎,好像,确实,有点像是黄金黎明派来的间谍啊。 那校长引自己来这里是什么意思? 想要引诱自己暴露? 还是说,象牙之塔和黄金黎明之前其实有着什么不可言喻又不为人知的朋友关系,经常按通款区,以为自己是派来街头的。 放心啦,我不会误会的。 校长和蔼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要不是知道奥西里斯的驾驶员是你,我哪里会邀请你来象牙之塔呢? 你能继承欧顿先生的遗产,我其实是很欣慰啦。 虽然副校长对你意见有点大,但那个家伙从来都挺别扭的,应该不至于因为这个给你下半子。 八。说到最后,他自己都犹豫了起来,不敢确定。 怀尸已经陷入了麻木。 这老王八的话里信息量有点大,他完全消化不过来。 可就在呆滞之中,电梯已经下到了最底层。 穿过了一层层怀尸甚至无法察觉的森严防备之后,植入了象牙之塔的最核心,就在此缓缓地开启。 当怀尸从其中走出,穿过了最后一扇门之后,便窥见那无数悬浮在半空之中的沉重书籍。 好像有光芒之树在虚空中蔓延,那些笔直的枝叉纵横往来,在巨大的地下广场中形成了立体的矩阵。 当一重重矩阵彼此交错时,所形成的节点上便有一本本厚重的书籍浮现,微微地旋转着。 那尽数都是天国的碎片。 怀尸感受到了命运之书的剧烈震动,那是曾经天国陨落之后所残存的依稀轮廓,数千部天国碎片所形成的庞大结构。 而就在无数光芒矩阵的最核心,却有一个纯粹由无数事项重叠而成的复杂投影,每时每刻的都展露出不同的面貌,在流光和泡影之中,隐隐勾勒出了一本书籍的轮廓。 或许,那才是命运之书本来所应该有的模样。 只是存在于此处,便好像将把控整个世界的运转,另一切都笼罩在自己的书写与记载之中。 在近乎窒息的壮观场景之中,怀尸忍不住感慨。 他真美啊! 谁说不是呢? 校长轻声叹息,可惜,是个假的。 校长轻声叹息,可惜,是个假的。